哈囉 大家好 我是尾巴 今天跟琪琪要來基隆吃吃喝喝 那我們要挑戰300元可以在基隆吃什麼 那第一間呢 我們選到的是周家蔥油餅 花了一點時間買到了原味蔥油餅跟加蛋的蔥油餅 還有豆漿 那我先來試吃原味蔥油餅的部分 那它我剛剛加了一點胡椒粉 味道還蠻香的 然後它是長這個樣子 嗯 它有點鹹香鹹香的 然後表皮非常的酥脆 因為它還有用烤的 整體非常的好吃 然後一個是19塊 另外豆漿的部分是一杯15塊 那我也來喝看看 豆漿的部分是還蠻香甜的 有濃濃的豆香味 然後它不會過甜 那接著我們請琪琪來吃加蛋的蔥油餅 然後我現在來試吃這個加蛋的蔥油餅 其實它加蛋就只是把蛋放在上面 放在蔥油餅上面 那這樣的話就會加10塊 我同樣的也有用一點胡椒粉 因為它的那個蛋啊 是跟蔥油餅一起去在那個檯面上煎 所以其實它們是很match的 還蠻好吃的耶 然後我們現在來到 校山大腸圈 這是一個很有名的小吃 然後我們今天點的呢 就是大腸圈 他們大腸圈都是用手罐的 對 看起來就很好吃 然後還有豬肺 豬肺是他們招牌小菜 那我們現在就來試吃豬肺 然後我會沾它的一個 辣的 什麼 醬油餅 生辣掉這樣 好 好 軟軟的 這要說什麼 豬肺的味道嗎 豬肺的味道是什麼 豬肺的味道是什麼 但是是好吃的啦 不管怎樣 太大腸圈圈的話 太大腸圈用蒸的 然後也是嚼起來 蠻有嚼勁 可是又軟軟的 牙齒不好的也可以吃 接下來我們來吃的是豬肝腸 那它是一個路邊攤 然後它有賣一些燒肉 跟一些其他的口味 那聽說蠻多人推薦 他們一定要吃他們的豬肝腸 這樣一份是70塊 它是稱重的 那它就是香腸裡面包了一個豬肝 它其實看起來還蠻特別的顏色啦 那我們直接來吃看看 它就是香腸裡面包了一個豬肝 口感還蠻臭餅的 還蠻好吃的 一般在哪裡 一般那種東天黑色的 偏深色的地方 在哪裡 有種的地方 很像是香腸 因為它就是香腸 我剛剛看起來 在這裡 是香腸裡面 我都不會吃到 是香腸裡面 有個小小的地方 我也是香腸裡面 我们刚刚就排队买了省家泡泡冰 买了咖啡牛奶的口味 纳约人超多的 加上天气很热 它其实融化的蛮快的 这咖啡非常的浓郁 然后 这样一杯50块 超爽的 尤其是大热天 吃冰 然后刚刚有另外去吃 天意香的卤肉饭 它卤肉饭其实还蛮香的 然后就是还蛮好吃的 只是我可能自己没有很爱啦 那它其实三个加起来 就是卤蛋加豆腐 还有卤肉饭加起来大概是50块 然后这边50块 那今天总共加起来 我们花了303块 那详细的木路我会列在旁边 大家如果要来吃的话 可以参考一下 那因为我们是两个女生吃啦 如果是男生吃可能就会不够 那就推荐大家来一季 我们说可以吃这些东西喔 那在最后收尾呢 我们来问一下 琪琪对于今天吃过的东西呢 最推荐什么呢 我最喜欢周佳抽油饼 然后还有泡泡的饼 但是要有鸡蛋口味 好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啦 如果喜欢今天的影片 记得帮我按下喜欢 分享影片 另外我会不定期更新影片 记得订阅 开启铃铛 才不会做过新影片发布 那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